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而现在七座车越来越有市场 但是有这样的一位车主 在购买七座车送Max之后 高高兴兴的去车馆锁上牌 结果发现刚买的送Max被喷字 而车主问 同样是七座的Alfa为何不喷字 解释让人心寒 由于相关的车检部门规定 七座车在经过检验后 要喷上现在的相关资料的车漆 这个事情本身是人人清楚的 但是车主在看到像Alfa这样的好车 却不用 经过这样的待遇之后 心中很是不愤 为何别人的车子就可以免去喷漆 而自己的车子一定要喷漆呢 工作人员解释道 Alfa这样的车型一般油耗较大 而司机若是用Alfa去拉人宰客的话 是根本赚不到钱的 所以这样的车是很难被用来 用作非法运营的 其实喷字的目的并不是要宠划车辆 只是希望车主们能够谨记交通规则 不超载 此话一出难免会让人觉得差别对待之嫌疑 这样的解释也遭到了众多网友的吐槽 其实系错车即使没有被喷漆 也是可以上路的 所以想要维护爱车研制的朋友们 也可以选择在爱车的外部贴上透明胶 在汽车喷漆之后再撕下来 就小编个人看来 交通部门希望车主们能够安全守法 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是在维护车主的利益 然而既然执法就要一视同仁 所以想出一个既不伤害汽车外观 又能起到有效督促作用的方法 才是两侧 感谢观看